大家好,上次跟大家介紹這棵脫水的櫻花櫥 現在呢,已經有開始提起了,已經有種葉子 我要告訴大家說,如果有一天你的櫻花太久沒有澆水 葉子有燒焦撞的時候,趕快多澆水就可以 他還是有機會把它修好 我將畫面拉近一點,讓大家看一下這個葉子 這個是其中一條枝條,已經長葉子,準備抽葉了 好,謝謝大家